四海为家,哪里才是家 真根发芽,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我是小溪,来自摩特利尔 最近啊,其实也就是一周前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吧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有没有关注 就是在1月17号的时候 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发了一个消息 说是做中国的人口普查 中国从2023年开始正式进入 60年以来的一个人口负增长 就是说这一年比上一年算人口呢 少了80多万人 这个60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说为什么这个是说60年呢 中国1949年成立到现在2023年 也有70多年了 其实就是60年前有一个 三年自然灾害嘛 那个时候我们也负增长来着 然后从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 那个感觉都已经是史前故事了 到现在为止又形成了一次新的负增长 这个负增长其实它也不是说是像一个炸弹爆炸 也碰的一个时点的消息 它应该是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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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 然后到今年为止终于可能是 这个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出生的人数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新闻 自己有什么观感 就是你自己身边的感受 你觉得这个负增长可能会对我们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就这个话题跟我国内的家人聊了一下 因为我爸他在医院是医生的 他跟我聊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他说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 中国又取消了这个 就是独生子女政策 可以有这个二孩政策 当时医院其实挺如临大敌的 就是哇这个产科 肯定马上就要迎来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都准备好要迎接工作 结果这个根本就没有到来 这个产科的这个高峰 二孩大家不愿意生 然后2021年的时候 也就是其实一年多前两年前 可以允许三胎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脑回路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二孩不生 你让我生三孩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爸又跟我说 他说其实现在如果 尤其过年的时候特别明显 当你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那种老屋都是 已经是凋零的状态 因为已经没有人住了 然后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个中小学的这种合并的状况 也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孩子去上学嘛 然后这个成本维持不下去了 就把很多学校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人口负增长出来的时候 有那种感觉就是 你在等的一个东西 它终于来了 就是之前在生活中 你看以前计划生育 大家都会说不久的将来 人口肯定是负增长 对吧 自己经历生孩子之后 命令的种种压力之后 我就觉得 生孩子这件事情 责任好重大 然后压力也特别大 慢慢的就不太愿意 生很多的孩子 就是很有意思 有一组数据 我在网上搜到的 就是说 从2018年到2022年 就是这四年 有人做了一个测算 说在网上 对于婴儿推车的这个搜索 下降了41% 对于奶瓶的这个搜索 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反而是对 这个养老院的这个情况 的这个搜索 上升了八倍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已经 在自己的个体上面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想到 哇 可能不要孩子 但是想 如果没有这样的孩子的话 那我的未来 我的养老 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 各种各样的媒体上 有什么抱团养老啊 或者是一些 又哪哪又新建了 非常高大上的 那种养老院的这种东西 这种新闻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们发现 就是当我们提到 人口负增长呢 总觉得这件 好像一个不好的事情 然后我现在 其实有在想说 人口负增长 有没有它的好处 哇 我觉得人口负增长 没有好处吧 因为它就预示 如果我们不去管这件事情 我们人类就要灭亡了呀 我是这样想 就是从长远来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 就是未来可能 人类就要灭亡 对吧 但是从短的来说 我觉得在中国来说 人口负增长 它其实有一个优点 就是中国就可能 没有人口红利 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如果 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观察的话 每个人 他本身的劳动价值 是不是提高了 这个是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结局 是不可避免的话 那肯定是想让我们 怎么可以把这个过程 过得舒服一点 这个是有 很多专家学者 都在这样讲 比如说如果粗略的 把人类历史做分的话 大家可能可以分成 三个阶段嘛 就是第一个是 采集的阶段 采集狩猎的时代 然后第二个 我们进入到了农耕时代 然后到第三个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 工业的时代 在采集狩猎和这个农耕时代 其实对于人口 数量的这个要求 是很大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 医疗水平也很低 然后人类寿命也很短 就靠这个量 在这网上顶 才能保证 我们才能把 那一点点的质量 给活出来 但是现在在这个工业时代 因为科技很发达 很多东西都会用科技去做 然后其实我们 省出来的时间 可以让我们去胡思乱想 对吧 开始想 哇塞 这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呀 我是不是要活出我自己 这些巴拉巴拉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其实当我们更多的开始 从温饱问题 关注到我们 自身发展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口数量 减少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可能不愿意 再把自己的精力 分散到所谓的照顾大家庭 照顾下一代 这样的过程当中 这个其实我们中国 因为是建国比较晚嘛 然后发展也比较晚 你放眼周围的发达国家 他们已经早就进入了 这样的一个时期 你别看像什么美国 包括我们生活的加拿大 其实它的出生率 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问你哈 就是这个世界上 衡量一个国家的 就是出生率呢 有一个算法 就是说 每一个妇女 她生育的孩子的数量 它有这么样一个算法 你猜加拿大是多少 1.7 1.4 比你想象的还要低 美国才1.64 然后呢 这个就是人类学家算的 就是说必须这个 每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 要达到2.1 才可以维持 这个代际之间 就是不会说走向衰亡 其实世界上 现在基本上可能 你认为的 我们所向往的 那些好的国家 全部都是非常低 而前一段时间 最触目惊心的 就是说这个数据 在韩国已经达到0.98了 那中国是多少呢 中国是 1.28 新的一个数据是1.28 也非常低了 挺触目惊心的 一件事 我有个问题哈 比如说像发达国家 他们经济发展 已经到一个水平之后 人口负增长 但中国为什么 经济还没有发展到 那个水平 但人口已经负增长 比欧美国家 还要低 这个东西 确实good question 在学者中间 这个已经是他们 非常研究 很重视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 现代化的速度 太快了 就像我们上次 有聊到说 在它特别快的过程当中 它物质财富 迅速地积累 然后人们的这个 意识形态 也迅速地 就是跟上了 这个世界发展的脚步 但是我们的财富 就是人均财富的积累 还差一截 他们就说 我们这叫未富先老 一般来说 其实这个人口老龄化 它应该进入到一个 比较好的阶段 叫做 以富才老 就是说 整个我们已经 整个我的年轻阶段 已经创造了很多的财富 我现在老了 那我就去享受 我自己创造的这个财富 就行了 现在中国 未来面临很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 现在的人 他领的这部分养老金 都是 就是 我们是工 比如说已经退休的人 养老金 是我们现在的人 在努力赚钱 去创造这个价值 那等我现在老了的时候 到了下面的人 咔一下子 中国从14亿 可能变成 8亿9亿了 他还要创造这个钱 去养这个老的这个人 你想想 那下面的人 他压力会有多大 这就是 就是日本 他二战之后 迅速发达 然后经过记忆泡沫之后 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看哪个作家说的 就是说 年轻人觉得 我觉得我努力 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一辈子 也不可能达到 就是我爸 当时的那个成就 而这种言论 其实我现在在 就我们这个80后的人里面 我也有看到 有人有这种观点 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 可能相当有一点 乱世草莽出英雄的 那种感觉 没有混出来的 就没有混出来 但是如果混出来 可能也达到 比较高的位置 我们80后 其实也就还好吧 还是有可以 蹦跚的一个空间的 但是我不知道 对于未来的孩子 他们一进到 自己的职场 工作的时候 其实身上就背负着 非常大的压力 他要养 就是他的老一辈 以前我们 有独生子女刚说 哎呀 小孩多幸福呀 有家里面 六个人爱你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老了老爷 现在你要想到 你长大了 你要去养这六个老人 你要去养 爸爸妈妈妈 爷爷奶奶奶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一件事情 这个是让我想起 其实我们的老一辈 我觉得还是 有一部分是挺幸运的 就是他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是从改革开放的 那个红利 从头吃到尾 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这样说 有一种那种感觉 就是小学的时候说 每一年都是我上学的时候 学校在装修 就是可能 我觉得每一代人 都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这两天 我在看那个小说 就是平原上的摩西 因为这两天 这个电视剧在国内上映 就是反响挺好的 其实里面看的东西 是蛮心酸的 他了解的 就是了解的 像你刚才说的 可能是我们父辈那一代 他们如果吃上红利 可能就是真的 就叱咤风云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人家在那个时代 能叱咤风云 人家在哪个时代 也能叱咤风云 但是他们其实很多 经历了像下岗 走投无路 就是完全失聚了生计 在就东北 我不知道可能南方 你们不是特别了解 当时东三省那会儿 是所谓是祖国的 重工业基地 然后当祖国不需要 这些重工业基地的时候 他们就下岗分流 哇塞 也是看了 是给人蛮唏嘘的 蛮唏嘘的感觉 可能地区差别还挺大的 就我们这一圈人 可能就成上了 这个改革开放的 这个红利 感觉一圈人都 过得蛮好的 对 这个有机会 其实我们可以聊一聊 就是说自己家乡 代表的这个东西 在这个祖国的这个 ups and downs里面 你成上了这个东西 然后你没有成上的话 那你就是 你悲哀到真的是 就觉得 谁会怜悯你呢 现在可能就小说家 会怜悯怜悯你吧 觉得很惨的 是 然后回到我们这个 人口增长 我刚才其实还有个问题 刚才我们不提到说 其实这种北欧啊 西方啊 这些国家 他的人口负增长 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 对不对 我就很想知道 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他们 他们是 在这个负增长的这么多年 他们是怎么去 应对这个现象 然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嗯 这个我觉得 有一点特别有趣 就是那天你跟我聊 说 你去滑雪的时候 然后 有一个很年轻的小教练 然后当时跟他聊完之后 就觉得非常的 如沐春风 然后正好那一天 我去 我也去滑雪了 我说 哇塞 和我一块滑的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爷爷 我俩聊了半天 就是 我们其实会 很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如果你是跟 年轻的新鲜血液去沟通 还是和那个 沐气沉沉的老年去沟通 当然 沐气沉沉的老年 他有他的非常睿智 和智慧的地方 但是他可能带给你 更多的是沉浸 而不是激动 你像 我们现在可能 看到的一些社会福利 比较好的 像北欧的那些国家 你想到他 哪一个形象 会给你带来是一个 新鲜灵动的感觉 完全没有 你就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笃定踏实 家里面很殷实的 一个中年人的一个状态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提到像中国 中国现在代表的什么 输出海外文化 TikTok 全部都是年轻人在玩 这种就是 我能搅动年轻人的 这一池春水 这是人家的本领 但是你像这种 现在这样的国 就是所谓的 我们刚才聊到 像北欧这些国家 他们很难创造出 就是像你在滑雪场 跟年轻小伙子聊天的 那种新鲜的感觉 你知道吗 对 我在那去滑丹板嘛 然后 当你平常生活中 出现的人 都是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然后我觉得 我已经是在这群人里面 已经算是最年轻的 那个人的时候 当我去到滑雪场 碰到一个 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就觉得他是一个 很稀有的资源 就想扎着他 猛吸几口气 然后把那个活力 吸到身体里面去 老阿姨也太aggressive了 把小弟弟吓着了 不过确实是这样 如果真的 像一直这样走下去 就会出现 像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 就是我们周围的年轻人 会越来越少 包括现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在日本嘛 日本的这个老龄化社会来的 因为他们的医疗设备 非常的好 所以人口的寿命 是非常的长 但是呢 出生率又非常的低 所以说 现在去日本旅游 就是大家都说 会有一个观感 就是你在任何地方 看到工作的 都有老年人的身影 就他们也会去延长 这个退休时间 包括像刚才你说 一些应对的措施 就会去延长退休时间 从六十岁变成七十岁退休 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吗 因为本来我六十岁可以退休了 我现在能想到的 加拿大还在积极采取的 这些措施 我自己能感受到的 就是一个是吸引移民嘛 这个可能每个 这种西方的国家 都在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 他们一直在鼓励女性生育 然后我自己来了之后 能感受到 他的诚意的是 他每个月会给小孩子 发这个牛奶精 相当于在政府 在帮助你 抚养这个孩子 我当时刚来移民的时候 第一个月拿到牛奶精 原来的负担 现在竟然变成了 政府的福利 因为我呢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 从我怀孕到出生 都是在这儿的 所以说 我觉得可能我的体会 比你还要更强烈一点 我可以跟我们的听友说一说 就是说加拿大在 刺激生育率上面 做的有哪些东西 首先 当你怀孕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之前 有一期聊女性安全的时候 有说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新移民 可能刚到的时候 你还没有办法去 完全享受这个全民医保计划 但是呢 有三个例外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个就是说 大型流行病 一个是说家暴 还有一个就是说 女性要怀孕 就是如果你是 带着一个有孕之身 来到这儿 哇塞 这可得了宝了 生了孩子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 那个户口啊 所以说 就是 如果你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立马享受 这个全民医保的待遇 第二呢 会有很多 免费的妈妈课 所以当时 因为生老大的时候 照书养嘛 我就去把政府 所有的这些福利 全部都注册了 就是我去 他会告诉你 你在生产的时候 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那个时候 其实开始了解了很多 像 我要不要打麻醉啊 我是应该顺产啊 还是应该剖腹啊 其实借这个机会 了解了很多英文单词 以至于我自己 在上到那个 就是产台的时候 就没有 没有那么慌张啊 觉得这个收获很多 然后当你生孩子 这些东西全免费 这就不说了啊 你在 在出生了之后呢 会有牛奶金 你像你 只是领到钱 是吧 像我当时的时候 我们每周 会有鸡蛋票 果汁票 就是 但是其实 当时我去领的时候 他们说 这个已经是 比之前要少很多了 因为他可能 这也是他们 调控人口的一个方法 就是当他觉得 人少的时候 他可能给的机力 就高一些 当他觉得人口 可能目前够了 他给的机力 就多一些 我记得至少 我喝政府的免费牛奶 可能喝到 我家孩子一岁多吧 就是一直就是有 免费的牛奶 就像水一样喝 然后 像你自己如果 因为怀孕 去注册 这个妇产科医生 你也知道 加拿大看病 有多困难 但是如果你去注册 妇产科医生 你到你们的社区那边 说哎呀 我怀孕了 快给我找个医生 这个应该就是 我所知道的 最快的途径了吧 最快的途径了 确实是 然后现在小孩子 生下来 每一年 我不知道你的那个省号 反正我们回省 每一年有一次 免费的牙科的检查 每一年有一次免费的 眼科的检查 analyse省也有 对 应该反正就是 各个省都有自己 可能大差不差吧 他当时给我的一种印象 就是说 那个牛奶金的概念 其实就是说 小孩的一些额外的费用 喝牛奶呀 纸尿裤呀 这些钱 我全给你cover了 您就生孩子就行 您就借你这肚子 您把孩子生下来 剩下的那个basic的费用 我全给你cover了 如果你自己 现在再想往上走 比如说 你想给孩子 报什么兴趣班 那你自己弄 但是这个钱 保障你 基本的生活 是没有问题 是他生了孩子以后 其实在这边 他半岁 你就可以去送去 那个托儿所 然后你上学了之后 他有before school after school 然后可以 比学校时间 多延长两三个小时 那我当时 我在魁北科的时候 学校上学以前 刚上学以后的 这托儿班 我记得 我之前去问 是八块钱 很便宜 然后当时 我来到这个安省之后呢 这边的价格是 前跟后 分别要21块钱 我当时 这个一对比下 就觉得 哇这个魁省的福利 真的太好了 哇塞 我们刚才提 贝贝提到的这个 它的那个单位 是加币 不是人民币 就是说 一天一个孩子 就要42刀 对吧 那你两个孩子 就得乘以二 那这一点 比起来 其实 哎呀 我们魁省 在这方面 还是感觉 可以拍拍胸脯的 虽然其他方面 可能做的不咋地 包括 安省我不知道 至少魁省 我们女性 是有一年的 待兴产假 一年 待兴产假 然后包括 各个商场吧 至少我知道的 全部都是有 非常完备的 这个喂奶间 换尿布的呀 然后甚至是 家庭洗手间 有的家庭洗手间 会配备那种 特别可爱的小孩 上的那种马桶 就是一切都会让你觉得 在这个社会里面 家庭是非常受欢迎的 大家庭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其实它就相当于是 整个社会 帮你扫清了障碍 你无需 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 而阻碍你生育的脚步 但是你没发现吗 这个时候 我们就更去 照见自己的内心了 就说 我是不是真的 想要这个孩子 然后人们发现 其实我也没有 那么想生孩子 所以说 就即便是这样 它这个生育率 也是 也是在低处徘徊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 都很完美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很多人 还是不想要生孩子 生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但后期的养育 它其实是很大的 占用你精力跟时间 整体的受教育的程度 提高了之后 其实我们会更去关注自身 而不是以前被推着走 所谓的 哇 就是 我老公让我生 我就生 我也不避孕 我也不堕胎 反正有了我就生 然后家里面有什么情况 无非就是天双筷子的事 那现在我们的要求 可不只是这个 天双筷子了 就是我们真的还是要 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同时 也想的是这个孩子 未来他也需要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 这个可能就是 这就是一个共识吧 在整个世界里面 是一个共识这样子 虽然我也认识 我周围有朋友 外国人会觉得 就觉得孩子要 就是要生很多 我有认识 我生十几个孩子的 那个母亲 哇 真的是很伟大 他就 他现在是 他还劝他大儿子赶紧生 他说 你不再生 我就再生一个 但是他的那个大儿子 就是很明显 已经就是处在 我们刚才聊的 这种状态里面 就是说 哇 我的人生 我才要刚刚 就是要起飞 我可不要去 过早的进入婚姻啊 家庭什么的 你现在就别说 生孩子了 你现在感受 像现在年轻人 都别说结婚 连恋爱都不谈了 就讲到这个 鼓励生育的事情嘛 然后你们发现 现在在加拿大 其实他有个共识 就是这个孩子 他是一个社会的资产 然后你像在 公园里面啊 走在街道上的时候 就很多人 陌生人 你看到他看到孩子 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 一样很热情 我印象很深刻啊 我当时在蒙特利尔的时候 我小孩他刚来 没有两个星期吧 走在街上 每天就被人打招呼 然后那些爷爷奶奶们 就看到的小孩 就特别喜欢 你会发现 他们眼睛都会发光 然后看到小孩 就觉得很喜欢小孩 各种夸 说他长得很好啊 说小姐很漂亮啊 然后小孩 待了两个星期之后 他就回来跟我说 他说妈妈 他说我在 每个陌生人 都这么喜欢我们 然后走在路上 都跟我打招呼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说我好喜欢 加拿大这种氛围 我当时听到 我就觉得心里 还是挺感动的 这种感觉 你不觉得 就和你在学场 看到了20岁的小教练 是一种感受吗 他说哎呀 又有我们加拿大的 新鲜血液过来了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我们 非要去咬文饺子一下 就是其实近些年来 就是也是在这个 人口老龄化 加人口减少的前提下 会有人去批判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一个大公司 这个招工和管理人员的部门 叫什么部门 叫人力资源部 是吧 他说其实这是 非常不好的一个词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我们自始至终 是把人放在一个 资源的一个目的上 就是说它是一个工具 就是我要靠这个人力资源 去所谓实现 我公司的目标 带动什么经济的发展 所谓的这一套 但是当这个人权 再往更高的一起走 其实就是你刚才 可能感到的那种 所谓在加拿大的感觉 就是说 人就是最终目的 人不是资源 也不是什么工具 他不是什么需要你 什么执政者 需要达成什么目的的手段 而人就是唯一的目的 就是如果类比到 可能我们从小 会听到的一句话 就说 哇 我是那个一颗螺丝钉 就是我是一个 祖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然后呢 哪块需要我 我就去拧上去 这就是一种 我觉得很典型的工具论吧 就觉得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可以是 今天是螺丝钉 明天我可能是一块砖 后天是什么 但是 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一起在一块 去做到这件事情 这些都是存疑的 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如果我什么成就都没有 那我就不应该来 这个世界上走一趟吗 我现在也对这种观点 就觉得是 是错误的 那我就觉得 我如果这是 真的只是想来这个世界上 走一趟 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我也不是谁的螺丝钉 我也没有 什么当什么砖 或者是什么大将之风 那我觉得 我也配来这个世界上 走一趟 就你讲到这个 我其实在思考的是说 每个人他有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 家庭背景啊 然后受教育的程度 他肯定会形成 不同level的人嘛 但这个 不同level的人 他们到底 能不能在他们 这个能力上 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我评价标准 比如我喜欢写东西 虽然写的不好 但我喜欢写 那我就 在我这个level上 去前进 可能对有些 高的level人来说 我的这个 写出来的东西 好像一般般 没有什么价值 但对我来说 它是有价值的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 你同不同意 这个让我想到 就是前段时间 我在网上看到 有一个 关于张朝阳的一个采访 就是张朝阳 你知道吗 就是创立了搜狐 然后从小 人家也是天才少年 这样子的 他说了一个事情 挺触动我 他说 我是在20多岁 到了美国之后 我才慢慢地 去意识和挖掘 说我真的喜欢什么 然后我愿意 这一生为之去奋斗 我发现周围 美国的小孩 在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大概知道 自己是真的喜欢什么 要去做什么 其实这个是可以 教育出来的 是可以在大环境当中 影响出来的 至少我觉得像张朝阳 肯定比我们又大 十几岁嘛 像我们这种80后 你从小 还是接受的是一种螺丝钉 就是模式化的一个观念 参加统一的考试 然后呢 最好是那个 就是具备的社会 各种各样考证 什么的技能 你找到一个工作 就很好 至少我觉得 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一边 他对于你要是有一个 哪怕所谓 奇形怪拙的梦想 还是挺宽容的 因为他可以 你可以有这个自信 你觉得 I don't care 我才不愿意 要和你去成为一样的人 而在我们的文化里 可能如果你要是 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这是一种羞耻 好 那么我们其实 聊了这么多 其实像国家统计局 释放的这个信号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警钟方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想去 做投资 或者是你自己 想去做什么事业 就不要再往 这个人口红利的 这上面去凑了 除非现在有一个 招养产业 就是去做这个 养老方面的设施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了 对吧 因为当我们这一代人老去 可能你的子女 都在国外 都不在身边 怎么样去做养老 未来 这个应该是很大的 一个产业 我自己是因为 在这边结交了 一个奶奶 我就了解了一些 加拿大这边的老年人 他们去怎么面对 这个变老的一个状态 首先就是 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努力奋斗 一般呢 因为有家庭嘛 所以都会住在 一个大house里面 就像我们中国 所谓的家庭的别墅 然后住在相对 比较郊外的地方 因为孩子要上学 郊外是比较好的学区 然后呢 这个夫妻两个人 可能一起努力工作 打拼来供这个房贷 然后当你有一天 发现你自己老了之后 你的孩子这个时候 肯定已经都长大 就离开你了嘛 他们会这样 采取这种措施 就是把我的这个 在郊区的这个house 给卖掉 然后回到市中心里面 去买一个设施 比较好的 这种公寓来住 有着这种公寓 可能都没有 这种配套设施 一会儿我给你聊 这有配套设施的 就是公寓呢 至少你想 我不用捡草 不用除雪 不用去维护游泳池 这类的东西 然后我那个house 的钱一卖 其实我手头上 是非常宽裕的 这样可以支持 我度过一个 非常松弛的老年生活 像我认识这个奶奶 她已经80多岁了 她住的是那种 专门加拿大的 老年公寓 当你进到 这个公寓里面看 其实它和正常的房子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可能就是一个 两室一厅 或者三室一厅 这样子 但是你会发现 在卫生间 在厨房 就会专门有那种 让老年人 比如说站不起来 会有抓手的那种东西 然后在厨房 在你经常去的 卧室的旁边 可能会有那个按钮 就是如果你今天 真的突发心脏病 你一按 就会有人来帮助你 就是说这些设施 都是已经装好 在这个房子里面的 然后在整个 这个楼里面呢 有诊所 有理发室 然后一天还管两顿饭 他跟我说的 一天管两顿饭 就是说你其实 可以自己调整 比如说早饭 你不想去吃 你就不去吃 但是其实你不想 自己做饭的话 你也是有地方 可以做饭 然后有很多活动的地方 老年人可以自己 再去搜寿一下什么的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 是不是也应该有这种了 但至少他们 没有把人 全部拢到一个区域里面 比如说一个宿舍里面 住好几个人 他们还是住的 自己像一样的 就是房子 但是这些设施 就是所谓的物业 它不只是管 我们理解的那些物业的东西 但是像老年人的 比如说受伤呀 或者有什么情况呀 这都是已经包含在物业里面 当时我看到那个房子 我都很羡慕 我觉得这也太帅了 我以后也要住这样的房子 会有这种羡慕 就是说在这种老龄化社会 已经很多年的 很多年的这种国家里面 他们把这些东西 都已经做得挺好 这就是一套商业体系 就是会有人专门去投资 盖这种老年公寓 这样子 我在几年前在上海的时候 有个朋友他在跟我聊 然后他因为有投资项目 然后那时候几年前吗 五年多前吧 就那时候大家都已经 隐隐感觉这个人口是下降 是必然的 旁边一些人都开始在打听说 怎么去投资这个老年人的公寓 我知道他是打听了 各个方面的消息 然后每个城市都去考察过去 然后觉得还是在上海比较好 因为上海老龄化比较严重 对 越是发达的地方 老龄化的问题就更加的明显 其实谈到人口问题就一定会谈到女性的生育问题 其实有个很有趣的历史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呢 避孕药它被发明出来 并逐步被女性使用 然后当时美国控制生育院的领导人三个 Marguerite Sanger 她曾说过一句话 她说除非女性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 否则她们永远不会自由 不知道这句话 大家有没有共鸣 我是很赞同她的看法的 避孕药的发明呢 她不仅仅在我看来她不仅仅是在性的范畴 让女性获得了解放 把性爱和生育分离了开来 也因为能够延迟生育 能够选择核实生育 而让女性有机会 获得了受到教育的机会 也获得了能够参加工作的机会 像以前的人生 她们可能就是结婚 然后生孩子 然后再生孩子 而现在呢 女性她多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多了更多的选择性 但如果去了解一下 这个小药丸给世界带来的变化 你就会发现她是推动女权运动 她在推动女权运动中 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为她让女性 重新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 能够让女性 重新进入公共生活 也让女性在享受性爱的时候 不必担心生育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 避孕药的发明 是解放女性的历史里程碑的事件 当然我们也会想说 避孕药的发明 是不是导致人口减少的罪亏祸首呢 如果要从这一点上去杠 那我就想让大家做一个选择题 就是说如果你是女性 你希望自己能够主动选择成为母亲 还是希望自己毫无选择 而被动成为母亲 听你聊完这个声誉呢 其实不禁就会让人想到 之前一个大火的一个美剧 就是《使女》的故事 我还是前一段时间 把她的小说翻出来看了一下 非常幸运的是 她这个作者呢 其实是我们加拿大的 一位作者写的叫Margaret Atwood 她写的这个书当时一出呢 就在美国就给爆了 然后拍的这个美剧呢 也是现在已经拍到第五季 还是第六季了 那贝贝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书的内容 她就是讲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在核污染经济危机 生态恶化的情况下 女性的生育能力成了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人口已经不是负增长了 可能人口已经达到快要命 命令灭绝的这种程度 所以女性的生育变成稀缺资源之后呢 这里有个激烈国 它是一个集权国家 为了能够获得小孩 就把这些女性变成这个激烈国 这个集权国家里面 指挥官的生育的工具 就是他们是完全是没有财长 然后没有自由 不能阅读 然后不能工作 就什么都不是 它就是在指挥官家里 成为他们生育的一个工具 对这个故事其实 当时看完电影的时候 看完这个美剧 我是很震撼的 然后呢 看完回味了几天之后 发现 这个虽然它设计的产景 非常的 很科幻 很在未来的样子 但实际上有没有发现 这些产景 这些情节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 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 是 当时我看到 看完这个小说的时候 也去看这个 Margaret Atwood的一些采访 她自己也说 她说我写的这里面的东西 没有一个是我自己 身边乱造出来的 都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发生的 我当时看完 第一种感觉就是 我说 这个在我们中国 就是哪个国家 时代都有啊 比如说 最典型的 你看那个甄嬛传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 皇帝把这个全国 所有的最漂亮的 身体最好的 这些妃子 都招到宫里来 或者是大官的孩子 总之就是 所有就是女人 选秀前一百名 全肯定要招到宫里来 然后呢 只能为我一个人 生孩子 然后这个宫里 只能有我一个男人 剩下的其他的男人 都得给淹了 这个东西 你想起来就是 现在我们可能 看宫廷剧多了 你并不觉得什么 但是你仔细想 其实这是一件 非常耸人 听闻的一个设定 只不过是 这个耸人听闻的 他被包裹在了 哎呀 华福呀 什么漂亮的美女啊 的这个剧情下面 但是你想 他们之间的那种 勾心斗角 为了能给皇上 生一个孩子 为了能够母贫子贵 然后如果这个人 将来当上了什么 皇太后 把其他当年和自己 不对付的人 全部给弄死 这东西 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就是包裹在这些 香诺软玉的 这些包装下面 人心的那种 最卑劣 最不堪的一面嘛 就是为了 要给这个男人 生孩子 只不过是 这个激烈共和国 像艾特鲁写的这个 他把这个场景 设定的更 就像你说的 可能所谓是 发生在未来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是觉得 在哪都屡见不鲜 包括前一段时间 记不记得那个是 阿富汗还是哪说的 说不让女性受教育了 因为觉得 他们受的教育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然后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那个最高法院 推翻了罗素韦德案 就是说让这个 女性堕胎的 这个宪法保护 就是不再受宪法保护 然后呢 很多州可能又重新开始要 就是说女性 不可以堕胎啊 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觉得 这就是一次 人权的退后吧 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 所有的这些事情 人类啊 就是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的 在 蹚这几个坑 我感觉是这样 我刚才听到 你分享的这些哈 我就会有一种 很悲观的情绪 就会觉得 这个我们女性 拥有的这个生育权 会不会把我们带到 越来越差的一个境地去 我们因为原来 这个避孕药的这个发明 让我们获得的自由 会不会因为 这个人口的下降 重新把我们的 这个自由给剥夺了 哎呀 我觉得真的还挺不好说的 因为你看你也有女儿 我也有两个女儿 有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其实挺 也不能说叫乐观 但是我总心想 这些事在我这一辈 肯定不会发生 在我这一辈的身上 因为我现在已经快40岁了 我再活40年聊也不得 但是我们还有自己的孩子呀 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 会走向 什么样的一个境地 有时候想到这个的时候 也会 会有一些悲观的 然后当时我还想到 因为避孕药 让女性获得了 第一步的自由 对吧 这个体外的子宫 会不会让女性 获得完全的自由 因为你连生孩子 都不用在你自己 肚子里孕育了 而直接在体外的子宫 给她生出来 然后你来养育 就可以了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 就是视频 有一个人讲说 现在特别火的 几大专业有什么 反正有一个 就是这个面临 这个人类伦理学方面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这个专业 又更火了呢 就是未来可能 要涉及到很多 就是不管是代孕呀 还是像你说的 这种体外子宫啊 包括像基因修改呀 这些东西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 这个我们两个 洞破小脑瓜 还想不清楚的问题 还是需要有 非常多的人一起去 不管是在科技上 在伦理上 在这个社会舆论上 去做出一个 一个导向吧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 我还挺期待能活得久一点 然后看看之后 这个体外子宫 到底能不能实现 我们期待吧 我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我还是 对人类充满希望 我还是会想很多的补丁 去把这些事情给做好 至少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希望他有一个 更美好的世界 你说不是吗 好 那我们这期 关于人口负增长的话题 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相关的 或者不相关的想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咯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